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五名中時觀眾跟粉絲 炒描QR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美股重挫500多點 那Stock這一個重挫 將近三個百分點 廢城半導體的跌幅喔 甚至超過三個百分點 主要的原因除了全球能源危機 中國限電之外 聯準會現在直接說 通膨壓力居高不下 而美國這一回合的停滯性通膨呢 事實上還推升了 全球的能源通膨價格 包含了煤礦 油價 天然氣 都來到了新高的價位 也因為這樣的能源危機 使得中國的限電 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風暴喔 外界更加的關注 那中國相關的媒體甚至傳出來 北京可能直接停電10天喔 這樣一場從恆大的房地產泡沫 乃至於國進民退 然後追殺民營富豪之後的限電超完美風暴喔 對於內部跟外部都可能產生化學變化 特別是對外的部分 台海跟南海變成軍事熱點 也是美國跟英國軍艦的打卡勝地 可是同一時間喔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今天再度痛批 他說中國比蘇聯更危險 澳洲當然也有新的核潛艦的布局戰略 同一時間在美國內部今天有最新的民調 42.2%的受訪者 認為要支持美軍捍衛台灣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立法委員郭國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陳剛家溫瑋傑 大家好 再來是陳剛家王兆麗 大家好 再來是吳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澎孝 大家好 好 中國的限電 到底會為全世界的經濟跟政治 乃至於軍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是外界關心的重點 事實上美股昨天中錯 今天台股也跌了300多點 外資在台股上面 也砍了300多億的股票 那全球現在的軍事熱點 就在南海跟台海 那民間事實上陸克文今天說 中國比蘇聯更危險 而在美國內部42%受訪者認為 美軍應該捍衛台灣 我們先來談一下這個最新的 美國的一份跟台灣有關的民調 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一個叫歐亞集團基金會 那針對8月底 美國從阿富汗開始正式撤軍之後 期間對美國的民眾 大概調查了2000多位的一個 受訪的樣本 那中間在問到說 如果今天中國入侵台灣的情況之下 美國人是不是贊成 美軍應該保護台灣 結果調查的這個結果 有42.2% 這樣的一個算是不算低的一個比例 那支持美軍應該要這個保護台灣 那當然還有41%是不確定 但是這個不確定 也有可能轉向是支持美軍出兵 但這個中間的確很特殊的是說 特別是在8月底 美軍撤出阿富汗這個氛圍 他的這個民調主軸是放在說 贊不贊成 美軍未來繼續在海外派兵或駐軍 那同樣的有42.3%是不贊成 但是你看在不贊成的高比例裡面 居然還是有相同比例的人 是同意也贊成美軍應該要保護台灣 也就是說台灣在美國現在來講 在安全上面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那這個部分當然可能也會影響 未來華府對台海的一個協防 或者是說進一步協助台灣 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當然除此之外 中國威脅的確讓各國都非常的一個 關注跟緊繃 那連這個前澳洲的總理 曾經擔任過兩任澳洲總理的陸克文 那接受德國民進週刊訪問的時候 也坦言認為說 中國比過去冷戰期間的蘇聯還要危險 那他的一個論點是認為說 這個解放軍現在具備的一個核 核反擊就是second strike的一個核打擊能力 那有可能在核戰上面的一個升級 會比過去冷戰來的更為風險 來的更為高 那同時他認為說台海的情勢 當然國際關注 不過他的評估是認為說 未來十年內解放軍應該還沒有做好準備 不過實際上他也認為近期我們觀察到 非常的多的這一個共機或者是中共的軍艦 開始在台海周邊頻頻的對台施壓跟騷擾 那美國的軍機也在這個地方進行巡弋 那這樣雙方非常多的一個各種空中 跟海上的軍事角力的動作 陸克文認為說的確有可能 這會發生這個機艦插撞的一個狀況 那這種情況他認為說的確會引發這個美中之間的衝突 那他認為說美中之間不是說 有沒有可能會發生新冷戰的一個格局 其實他認為是非常可能 那當然陸克文過去來講其實基本上來講 他對於中國其實還是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傾斜的 所以基本上像這一次這個澳美因組成AUKUS三方的軍事聯盟 那美國要50年來首度把核潛艦動力的技術要釋出給澳洲 那基本上陸克文對這個政策反而他是反對的 所以也被批為說還是相當輕重 而且他在這份訪問裡頭 談到台海的局勢 他並沒有公開去指責說都是習近平 片面的改變台海現狀 那可能對台動用武力入侵 反而提到說2024年台灣的政府有可能 進一步在獨立上面推動相關的政策 所以從這一篇訪問來看也可以反映出陸克文心中 其實對於中國來講還是某個程度是存在一定的一個畏懼 不敢公然這個來批評中國 反而是站在比較親北境的角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當作參考 那當然剛剛他有談到一個部分的確是外界關注就是說 台海周邊或南海甚至東海有沒有可能發生基建這個插狀的事情 那過去2001年其實中美軍機在南海已經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導致雙方的關係陷入低潮 那近期來講當然共機頻頻的一個對台的威脅 動作的確是持續在升溫 那9月份以來29天總共解放軍的共機 在台灣的西南跟東南空域已經出現了27天 那當然這個中間台灣也這一個頻頻出動 我們的這一個戰機進行監控或驅離 那很特別的是說像今天這個昨天下午其實已經發現說 這不只有共機出現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一個IDF戰機也升空 那同時間在這個空域接近台灣還有RCE-135RW的電震機 KC-135R的加油機 甚至有一架這個不明的美軍的這個無人機 也在附近做徵詢的任務 那還有台灣的東面也出現了 包含像CMV-22B還有像C-2A的這個艦載的一個運輸機 那這兩型的這個運輸機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 很明顯的就是美軍的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跟雷根號航母打擊群在這附近海域進行聯合軍演活動 所以他的艦載的運輸機在衝繩之間往返 換句話說就是說這近期以來 不只是共機出現在台灣的西南空域 其實美機也頻頻在這個地方活動 那台灣當然做好自我防衛 在這個空中的部分我們這個盡全力的對共機進行監控跟驅離 那台灣的國防部長邱國登前幾天在立法院被選的時候也談到說 解放軍是試圖要控制台灣的這個西南的這個空域 那當然台灣也不會讓解放軍來如願 所以我們會盡全力來做好自己的空防 那當然整體上來講說空中之外 海上連日本的統合幕僚軍 也就是像我們的參謀本部 近期也不斷的發佈說 除了空中的威脅 海上中共軍艦也開始頻頻的在台灣東面的海域現身 那除了這個24號 有發現一艘054A的這個易洋艦之外 18號也有週三艦 這個月數一數已經有五艘之多 也就是說中共的軍艦試圖從海上 從東面那穿越台灣跟與那國島中間的海域 那對台灣形成一個包夾的態勢 但是反向回來看 我們也看到美軍的這個伯科級的神盾艦 每個月穿越台海 那甚至像這兩天 這個英國的Richard Mount這一艘這個 航母的護衛艦也穿越台海 那甚至這一次陰艦穿越台海的動作 引了這個解放軍的氣得大為跳腳 那甚至直接批評說 這個英國軍艦是在挑釁 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 的確英國這一次動作蠻大的 甚至比美國軍艦穿越台海動作還要大 那除了他開啟這個AIS傳播辨識系統 那讓解放軍認為說 你根本就是在台海直接打卡之外 那在穿越台海的時候 其實他還做了上面艦載戰鬥 攻擊直升機的一個起降的訓練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戰機或直升機起降 在穿越海峽有做這個動作 的確相當某個程度來講 就是一個展示軍力的一個象徵的示威 那當然過去來講因為這國際法上面 譬如說你在二次海裡的臨街區 基本上是禁止有這個直升機 或戰機起降的動作 但是他沒有進入二次海裡 而且是走台海中線移動 所以這個動作讓解放軍看得非常的不滿 但是坦白講他也不能 對這些外國軍艦進行這個任何的動作 那也不敢直接對他開火 好那彭孝大哥一方面 這一個美日印澳天下為中的架構成型的同時 在中國內部限電的完美風暴起因之一 就包含了北京直接封殺澳洲動力 這使得煤價持續的飆漲 而在中國內部的電廠幾乎是發越多電賠越多錢 那如今澳洲幾乎變成反中的低陣線 那動力煤的價格是天天漲 另外一方面在軍事上是天天步步進逼北京 是的 這個最近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到整個的印太 在戰略上有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呢 除了剛才明傑講的軍事方面以外 在外交上面還有經貿上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這種變化 這種變化呢 也許這個對中共來講死料所未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本來中共認為說 澳洲對於中國的市場的依賴度 如果中國出手來制裁澳洲的話 一定會造成澳洲哀哀叫 一定會向他屈服 向他軟化 但是呢 他實在不了解澳洲人的性格 那種比較狂放 比較粗狂的這種性格 就不是那種容易屈服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澳洲不斷的堅持下來 結果沒想到真正受害的是中國 那麼這個只是反映出 今天在整個印太地區的戰略性的變化 你看趁這個時候 澳洲對中國最不滿意 而且在中國的這樣打壓之下 澳洲人對中國的惡感升到最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 美國順水推舟的 就把整個的印太地區的主要的要角 給整整合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澳洲不但欣然接受了美國的核動力潛艇 坦白講對澳洲來講 它真的有這麼需要核動力潛艇嗎 顯然這個是為了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 那麼讓它守住南太平洋 守住整個南海的南端這一段 那麼事實上 這也是一個整個大分工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英國 英國重返亞太 重返印太 這對英國來講 也是歷史性的一個決定 為什麼英國會這樣積極 一方面它脫歐以後 對印太這邊的這種市場的需求 資源的需求會更為殷切 二方面也是代表什麼 過去各位知道 在二十世紀以前 印太地區幾乎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尤其是香港 香港是東方之珠 英國女皇皇冠上的那個明亮的珍珠 結果被中共搞成這個樣子 而且每當中共在香港亂搞的時候 在鎮壓這些自由人士的時候 你等於是在刪英國的臉 英國基於過去對香港的承諾 它看在眼裡 但是它沒有辦法 現在美國既然要把這個戰略的主力 要放在印太 所以英國趁勢 它也要參與腳 那麼二十七號的 英國的Richmond 這艘巡防艦從台海通過 就是一個最明顯的訊號 那麼英國的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艦 伊莉莎白女皇號 現在也都是在印太一帶活動 而且這樣的活動 將來會越來越是永久化的 為什麼 因為對英國來講 真正的歐洲方面 它比較不需要做這樣的防護 但是印太方面 對它來講 這是恢復大英帝國 傳統光榮的一個重要的部署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重挫500多點 費城半導體的跌幅 甚至超過三個百分點 主要的原因 除了美國的債務上限危機風暴之外 另外一個龐大的壓力是通膨 而且是停滯性通膨 而且包含了北半球的冬天 要面對的能源價格的通膨 包含了國際煤價油價天然氣 都來到10年8年的新高點 與此同時北京向外購買的能源 不管是煤礦天然氣零零種種 事實上價格都是高漲的 也因此現在外界關係 也不過才9月份 那未來今年這個冬天 中國的限電到底會限到什麼程度 東老師今天事實上傳出來 連北京都可能考慮限電 好的停電限電已經進入了天子腳下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當然這個北京電廠的人有出來講 他這是稅修 所以說並不是限電 不過這就奇怪 這個理由非常奇怪 難道你以前不用稅修嗎 稅修就每年都要修啊 那你以前不用稅修 為什麼以前稅修不用停電 你現在稅修要停電 騙人的理由 好 吉林省的省長已經公開出來講 就是因為煤太貴 所以呢 因為煤比電還貴 所以每發一度電 全部要虧錢 那吉林省怎麼辦呢 吉林說了 他要去跟這個蒙古 俄國 印尼趕快買煤 所以其實這個發電的問題 煤的問題 這兩天我們已經講了很多了 簡單的說 因為疫情 然後造成的消費高 這個生產高 價格高 分配不均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因素 不過我認為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還是沒講出來 就是政治上的因素 政治上的因素 到現在有兩個疑點沒有回答 第一個疑點 碳中和的問題 不是說 一開始大家限電 是為了配合習總書記的這個碳中和嗎 可是不是啊 各省拿出來的方法 就我剛剛說的那個吉林省 他要去買煤耶 各省也都在搶煤啊 這跟碳中和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你談到煤的話 我再強調一遍 去年年底我們就講過了 去年開始年底缺煤嘛 對 今年現在缺更凶 去年是12月才缺 現在9月就在缺 中國是全世界擁有最大的煤礦 就在中國 過去中國 到今天也是啊 中國是生產煤第一名的 說中國會缺煤 那是笑掉人家大牙 不過中國真的缺煤 為什麼 因為道理很簡單 在中國產煤的第一第二的 內蒙古三西省 過去兩年 全部都在反腐敗 而且倒查20年 就是說內蒙古的官員啊 這個三西的官員 已經抓了一代兩代三代 然後還沒抓完 所以呢 內蒙古跟三西的這個煤呢 其實呢 煤礦也關的差不多了 其實習近平你叫一聲令下 你解封嘛 你的煤關了那麼多 你只要解封 渡過你的燃煤之急 不就結了 怎麼還會去向全世界去搶煤呢 這是說不通的 第二個說不通的地方 就是說這一次的各地方省的這種停電 是突襲式的停電 好 再講一遍啊 就是說從東北串到長江三角洲 串到珠江三角洲 而且都停沿海一帶 都是所謂中國生產跟經濟重鎮 所以這裡面的蹊跷在哪裡啊 中國的媒體 他們的央媒早就講了 這個這個所謂的能耗雙控 這個政策是早就有的 然後呢 發改委是8月15號發了一個警告書 警告九個省份 8月15號一路到9月15號 這九個省份都沒有理他 這中間發生什麼事了 9月13號 習近平到陝西去去視察 對 在陝西那邊又特別強調了 這個所謂的要碳中和啊 要美麗家園啊 要綠能啊等等 我查了一下 就是陝西省啊 今年3月的時候 發改委還公佈 陝西省的媒產量 已經達到1億噸 比跟去年同期比 已經增加50% 所以我再講一遍 中國不缺煤 陝西省是排名第三的 他都可以增加他的容量嘛 9月13號呢 這個習近平呢 去講完話以後 9月15號離開 9月15號開始 各省開始突襲式限電 就是說習近平在陝西 又講了碳中和 大家就做給你看 在停電的同時 所以你認為中國不缺煤 但是中國缺電 因為現在的電廠 只要用煤發電的話 發一度賠一度 這是一個 再來缺電 為什麼缺在這個時間點 通通一起缺 是的 更好笑的是 就是說中國不缺煤 可是現在各省 地方政府都告訴你缺煤 這好笑就在這裡 根本不缺煤 可是告訴你缺煤 看你什麼 然後各省還要去 向國外買的 這不是笑話 好 更重要的是9月21號 這個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講話 還在大談 因為是他最重要的政績 他對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績 第一個碳中和 第二個 未來不再把煤電輸往國外 現在已經有更多的消息出來了 就是說其實這是美國想要的 就是說習近平可能跟拜登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能源 這個節能減碳上面 是有合作的 所以習近平才會答應說 要不要把這個煤電 輸往國外 那這個可以看作是拜登的一大勝利 他說服了中國 可是呢 就在習近平9月21號 他在國際場合上 聯合國大會上面 講這個話的時候 他的後院正在著火 對 著什麼火 各省就給你突襲式的 這個限電 所以你看今天的情況 包括我們台商受到的衝擊 各個產業受到的衝擊 我赫然發現 就是說這個中國現在的這個經濟的情況 它以後會變成殭屍 什麼叫殭屍 包括恆大 阿里巴巴 華為 這一連串都被整 第一個你死不了 不會的 黨不會讓你死的 第二個 你也活不了 你也活不成 為什麼 你不能這樣子快樂的活的 這個蓬勃發展的活的 所以死不了 也活不成 就變成殭屍 殭屍的狀態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說 這個習近平 剛才說了 是不是比蘇聯更可怕 還有人說 他是不是哥巴契夫 錯了 他特別像那個 那個蘇共時期的 布里茲涅夫時代 布里茲涅夫就是這樣搞的 就是1964年 布里茲涅夫上台 到1982年 這段時間 蘇聯在幹什麼 全力發展這個軍武 在那段時間 蘇聯所發展的核子武器 是超過美國的 到80年代 然後呢 布里茲涅夫幹了什麼事情 1968年 打壓捷克的布拉格之村 1979年 入侵阿富汗 所以說 那時候的蘇聯時期 軍事力量非常強大 可是 他的內部的經濟 他的經濟發展已經停滯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習近平 我不認為他是哥巴契夫 他是造成哥巴契夫 之前的那個布里茲涅夫 就按照習近平這樣搞下去 中國的整個發展 會進入殭屍狀態 他的後面 可能 哥巴契夫 中國版 中共版的哥巴契夫 在後面就可能出現 所以我覺得整個狀況 是要這樣子看 好 那我請教韋傑 事實上今天 有我的台商朋友 跟我說 他們現在打招呼的問候語 都說 你們現在做幾休幾 那大家都是要輪修的 那所以呢 江湖上傳說 有人做一休六 有人做二休五 有人做三休四 但是 無論如何事實上 他就打亂了整個生產製造業 跟全球的供應鏈 沒有錯 其實今年全球的供應鏈 進入到現在為止 到中國限電 已經到了一個 極危險的一個狀態 怎麼說 其實在上半年 其實看到的是這個 全球塞港疫情的影響 然後到 東南亞的疫情 都造成了供應鏈的一個瓶頸 那麼現在中國的限電危機 各位中國是 最大的一個世界工廠 那在很多的供應鏈上面 其實都在中國 去進行零組件的生產 這次他說要限電 那變成產量全部都要下滑 那沒有辦法生產 沒有零組件可以組裝 相關的消費性電產品也好 汽車相關的零組件 也都被迫要停止 所以其實在供應鏈上面 會面對到 前所未有的一個大危機 另外我們看到國內的 就是在這個 富士康的一個龍滑廠區 他在十一長假的時候 就進行停電的一個工作 那不過我想其實剛剛好 就是在休假 那也就不用去做一個生產 那順勢呢 就配合這個 所謂的政府的政策 所以鴻海的做法 也是例行的這個稅修 對 那剛好就是給這個 當地的政府一個favor 就剛好我就我也不生產 因為之前可能 在現在目前 蘋果積極交貨的同時 他們還是需要趕工的 那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鴻海集團當中受到影響的 大概就是崑山廠的這個 以勝KY 然後它是 特斯拉的供應鏈 那其他包含在龍滑廠 太原廠 鄭州廠 其實都還沒有受到 比較明顯的一個影響 那再來我們就看到 在半導體產業當中 其實也受到了一些 相關的波及 尤其是在這個晶片的 這個封測產業當中 那受害者 就剛好就是高通 NVIDIA跟INTEL 那在這個中國大陸的一些 相關的廠區 進行晶片封測的 其實都受到了相關的影響 所以其實在日月光的部分 今天的這個表現 相對的比較疲軟 所以日月光是崑山廠直接限電 沒錯 然後它所有相關的客戶的產能 可能就會受到衝擊 那以前事實上 他們不會限半導體的 相關的供應鏈 可是這一次事實上 半導體廠也被斷電 對 它是在第一時間 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其實沒過多久 他們就開始停工了 所以其實在半導體的部分 有一點點緩衝期 但是還是會受到限電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 國外的客戶也受到影響 台廠影響更大 那現在目前 在整個中國限電之下 有很多台廠是被迫停工的 那包含像是在半導體 剛剛我們看到 聯電受到影響了 晶圓晶圓電 這個也是封測廠 那包含像是人保 那PCB的台郡 景碩 台光電等等 其實都受到了相關的一個影響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 這個 限電停工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越來越激烈 到昨天之前 我們在節目當中 還在討論說 是不是有些地方 到了這個十一長假之後 就有可能會恢復正常 不過現在很多台上 都已經開始 面臨到一個壓力 就是不是到長假之後 都有可能會延長到年底 大家都已經開始做好 這樣的心理準備 現在我問了好幾個人 都沒有辦法肯定的回答我 沒錯 10月1號公不公電 對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要被斷電限電到什麼時候 對 因為這一次 中國大陸的政府 他是用突襲式 突襲式就是他們有預告的 甚至有一些台商 原先是預期說 他在長假之後 會有制定出一套辦法跟規則 來告訴你什麼時候 要去做限電的動作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就是 他喜歡叫你什麼時候停 就什麼時候停 那只要我的政策沒有達成 我就叫你停工 那這個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變成是不確定性因素 越來越大 對 那現在我們看到 在整個中國大限電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的PCP長 我們在討論的 就是在蘇州昆山這邊 其實是台廠的這些PCP大廠的 集中的一個地方 那這一次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討論 十一長假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明確的規範 但現在大家也都不敢確定 所以其實在停工停產的部分 他有可能會持續的擴延 那如果是這樣子擴延下去的話 那大摩在這邊就有持續的 去做一些預估 他說如果短期的影響 那可能大家在廠區的 產能調配的部分 可以用其他廠商來去 其他的產能來去做支應 短期OK 但是如果他是長期的 一路要延伸到今年年底 那可能對於整個供應鏈的 這個營收狀況 就會有所影響 甚至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 也會出現一些 比較明確的一些壓力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昨天美股重挫500多點 今天台股重挫300多點 那有好幾個原因 包含了美債的債務上限危機 另外一個部分 停滯性通膨的壓力 尤其是能源 一方面有通膨的價格壓力 另外一方面中國的限電 事實上已經直接影響到供應鏈跟產能 那特別是這一次的產能 到底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而且產能跟供應鏈跟出口 一旦受到影響 中國經濟本身也會受傷 沒有錯 我想其實 這個能耗雙控這個政策 其實如果說你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大家都好做預估 但現在很麻煩的是 我沒有確定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所以呢 各家廠商對於損失的預估 也很難去估計 所以現在目前高盛針 對於這種不確定性因素 就進一步的去下修了 中國的GDP的一個預測 第三季的部分 微幅度的下修到 下修了1% 第四季下修了2% 全年度是從8.2% 下修到7.8% 但我覺得這個都是相對 比較保守的看法 可能在影響過後 甚至有可能會更低的一個狀態 那最後我們看到 就是在這個能源相關的價格 原油最近是出現了 比較明顯的一個上漲 那現在目前高盛的 積極樂觀的預估是說 今年年底前的目標價 是挑戰90塊的一個美元 那如果說現在的原油價格 是持續的往上攀升 今年以來 原油的價格 是已經漲了超過5成 那如果他還要去挑戰9字頭 那現在目前通貨膨脹的一個壓力 就會越來越大 那這一次在整個 美國股市的一個走低過程當中 原因是來自於消費者 信心下滑 其實在內部的部分 因為消費者 他在預估的這個通貨膨脹 預期上面相對比較高 所以大家都不太敢消費 所以導致於消費者的信心 出現一些崩盤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紐約清原油的這個價格 其實今年以來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到目前為止已經上 今年漲55% 然後這幾天要挑戰80塊 對 它比全球的股市都還來強 這個房地產才漲不到三成 可是股市漲了大概三四成 它就漲了五成以上 另外原油價格上漲 當然也會帶動 美國股市當中的 一些能源類股的表現 在艾克森美孚 過去這一個禮拜 漲幅超過一成 雪佛龍的部分 也漲了大概七個百分點 那我們看到紐約的天然氣 天然氣價格 今年以來的上漲幅度 是130% 天然氣漲更熟 對 漲更熟 天然氣幾乎是所有能源品項 當中漲幅第一名 沒錯 所以你的火力發電 如果大量依賴天然氣的話 現在的成本 跟今年初的成本 又差了130% 沒錯 所以如果你的電價 沒有相應的去做調整 當然你的發電廠一定會賠錢 但是如果你調漲電價 你一定 這一個拉動物價的通膨 民生消費的壓力又變大 對 所以你就會變成 一個進退兩難的壓力 對 所以我們看到 倫敦的天然氣價格更誇張 倫敦的天然氣價格 今年以來漲了246% 所以英國也有能源危機 對 全歐洲現在都陷入到了 能源的一個恐慌當中 因為過去在歐洲地區 其實相對來講 能源是相對比較穩定 但是在今年以來 天然氣的價格 引動了整個歐洲的通貨膨脹 過去歐洲的通貨膨脹 其實很少超過1.5% 到目前為止 歐洲的通貨膨脹 已經超過了2% 最主要一個原因 就是來自於天然氣價格的調升 然後導致於在電價的部分 有所調漲 所以其實全歐洲的民眾 都開始出現比較壓力重的一個現象 在我們看到在澳洲的 煤礦的一個部分 澳洲煤礦其實在今年以來 也漲了158% 這個是港口報價 港口報價今年的報價 直接漲158% 所以北京不買 還有其他一堆人想要買 而且對澳洲人來講 它的外匯跟它的出口價 是一路漲的 今年就漲158% 澳洲其實就是靠這些原物料 來去賺取所謂的經濟的相關收益 所以當它的價格飆升越高 其實澳洲的相關的 GDP成長率會相對比較強勢 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 鄭州動力煤的部分 在今年以來也漲了62% 所以鄭州動力煤還漲得比澳洲少 動力煤還是經過中國大陸官方 有進行壓抑之後 才漲了60% 那如果沒有壓抑 那就更恐怖 那現在目前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煤的相關的庫存 其實是比較偏低 所以在庫存偏低 需求要增加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的漲幅就會相對比較大 那我們看到在美國股市的部分 美國這個鮑威爾 特別提出來就是說 通膨的壓力在接下來 這幾個月會居高不下 大家覺得好奇怪 跟他之前講的這個看法 是完全不一樣 他說通貨膨脹是暫時的 可是現在他說通貨膨脹的問題 會比原先來的更長 那就引發了市場上的一些疑慮 因為市場上就覺得 如果說接下來 在這個通貨膨脹會都超過 長期都超過2%以上 那你是不是在這個 購貸計劃縮減完了之後 你要進行馬上升息 所以昨天的美國股市在大跌 除了在反映債務上限的危機之外 有一大部分是在反映 流動性緊縮的一個危機 那所以這一次 在通膨的一個影響之下 我們看到全球的生產 都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 那生產下滑 那原物料價格在上升 就進入到停滯性通貨膨脹 那停滯性通貨膨脹會影響到 其實通常新興國家 會受影響比較大 尤其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其實過去跟原油的價格 它要大量進口能源跟糧食 對 當原油價格越貴的時候 其實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越差 那包含像是印度俄羅斯 都受到同樣的一個相關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呢 在這個美國的股市的一個表現上面 我們看到在昨天 美國股市在全面性重挫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股在雙跌的一個現象 不管是在這個科技類股 還是在這個非科技類股 其實都出現全面性的重挫 那道瓊工業指數呢 昨天是下跌了1.63個百分點 而科技類股指標呢 納斯達克指數昨天下跌將近快3個百分點 標普500指數跌了2個百分點 費城報提指數跟台北股市息息相關 跌了將近快4個百分點 而台積電的ADR它下跌的幅度 是來到了3.66個百分點 跌破的年限進入到空頭 那包含像是幾個比較重要的科技類股 年電的ADR也跟著跌 對 FB也跌了3.6個百分點 蘋果昨天跌了將近2.4個百分點 亞馬遜昨天跌了2.6個百分點 那Google昨天跌了3.7個百分點 Intel的部分是已經進入到空頭走勢 下跌了1.2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在整個債券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實驗期公債的價格 也出現了崩盤 尤其是我這一次特別把這個 利率決策會議之後的一個公債價格 把它圈出來 你就知道當它利率決策結束之後 整個公債價格出現崩盤式的一個發展 連跌5天 對 那連跌了之後呢 其實公債價格的下跌 其實它反映的就是利率的上漲 那利率上漲就會壓抑到 股市的一個估值表現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呢其實在 長天期的部分 它會影響到的是 美國的房地產的一個 利息支付的一個成本 如果說它的利息持續的往上攀升 美國房地產壓力就會越來越重 那大家就可能會有壓力 是不是0809年的房地產壓力會出現 短天期的這個債券價格在崩跌 代表的利率上升 除了在這個預期市場上的 流動性緊縮的一個狀況之外 其實也代表了在消費者的消費成本上面 也有上升的一個現象 因此呢在消費者的一些 相關物價指數上面 其實就出現明顯式的一個下滑 好 那我請教趙莉 也因為美股跌 然後中國限電使得台商的產能 跟營運受到很大的變數跟壓力 所以台股事實上這個禮拜很弱 那今天事實上這個盤很弱 那尾盤事實上跌了300多點 對 沒錯 當然啦 今天外資的部分來看的話 是賣超了3541 所以今天的一個回檔修正 當然第一個來講 就是因為美股的因素 再加上大陸的限電 那外資當然就出現了賣超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 我先講結論 這個地方當然它的風險是增加的 因為原本大家以為 最主要的風險 過完中秋一天不如一天 大家一開始以為 其實風險是來自於美國 不管是減債的問題 不管是債務上限的問題 升息的問題 通膨的問題 其實一大塊基本上 然後美國股市來講 它的股價基本上又被高估 又再高大 對 又漲很多 大家要擔心泡沫 所以大家一開始都覺得 應該美國的問題比較大 結果過完中秋之後 突然之間發現 大陸的問題也很大 對不對 恒大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來講 問題看起來是比較不大 因為恒大 最近的股價開始在漲 不過恒大的部分 當然釋放出來訊息 我覺得就是要 稍微壓抑房地產 那房地產的部分 佔大陸的 它的一個GDP大概有三成 所以這一塊本來 大家對於經濟的 大陸的經濟成長 就會有一點點疑慮 好 來 所以限電來了 這個更麻煩 限電又影響出口跟投資 對 沒錯 這個更麻煩 因為市場又擔心所謂的不確定因素 那到底是要限到9月底 10月要不要限 可是我個人覺得看起來 應該10月限的機會還是很大 因為原本大家以為 就我目前為止理解 看起來未來半年想限就限 對 我覺得 就天氣冷的時候 他優先給民生用電 至少供應暖氣跟這個 基本民生必需 然後他就直接找工業用電開刀了 而且工業用電保證漲價 對 沒錯 其實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限 比如說鋼鐵 所以你可以看到鋼鐵礦砂的價格 真的大跌 跌了五成以上 一開始是限定這些高耗能 高污染的 結果到現在來講的話 連日月光 他做封測的 這種他的產值算相對長來講高 那他的毛利率也相對長來講 是真的比較高的 他都會限的 所以我覺得似乎看起來 限的加速 那層級來講會越來越高 所以大陸這一塊的經濟 假如說他又因為 不管是內需出口等等 又受到影響 所以大陸 未來大家對於他的經濟的下修 會越來越多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假如回歸到台股的部分 當然這個地方相對操作 就要比較謹慎一些些 此股 我覺得就五成以下就可以了 那當然 這當中來講的 市場上還是認為有受惠的一個股票 好 那你比如說 像最近速化股華夏 對 就比較強 那當然華夏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當然第一個油價的一個上漲 第二個他是用乙烯法練PVC 大陸幾乎都是電磁法 電磁法大概占八成 那電磁最近高漲 所以大陸用所謂的一個 電磁法去練PCB的價格 當然就很高 所以我覺得華夏當然相對上來講 他就比較受惠 那中丹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他大概就是因為今天的停財 因為鴻海要跟他做所謂的 電磁的一個複集材料的一個部分 另外的在南訪的部分 其實這個也跟石油棉花有關 最近的棉花說真的也比較強 那石油的價格也比較強 那其實巨子棉的部分 有替代棉花的一個效果 所以最近的仿鮮谷的部分 相對表現也蠻強的 那台肥的部分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就是尿素 其實就一些化 所謂的一個農業用的一些 原料的一個部分 也出現了上漲的一個走勢 那台說話當然也是油價 因為他大概都是從杜拜那邊進口進來 所以他的油價庫存當然受惠 另外的利利 弘毅 吉盛等等 這一些都是交公司的股票 其實也是屬於紡織 就是說跟棉花有 所以這個都是限電受惠的原物料族群 但是相對現在大家很有疑慮打上問號的是 電子產業跟半導體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北股市 今天中錯300多點 熟了受到這一個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跟科技股的修正回檔壓力之外 另外一個是全球的能源通膨壓力 這裡頭不管是天然氣煤礦 或者是油價都來到近期的高點 那當然中國內部的限電 到底會對製造業帶來什麼樣的變化跟風險 也是外界關心的 所以照例剛剛講到 這一波台股盤面上受惠的族群 主要都是原物料相關 但是受害的第一大戶 大災難戶都在電子產業 對沒錯我想電子業的部分來做觀察 當然第一個之前大家都擔心長短料的一個問題 那有些像NB PC電視面板等等 確實這個地方的需求沒有之前來的一個強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市場又擔心 因為其實你從鮑威爾的一個談話 你可以看到其實升息或者是減債 其實時間是接近的 是比較預期來的快 所以大家要擔心就是說 升息的一個狀況之下 又擔心科技股成長股 就代表成長股有可能未來成長的趨勢會減緩 或者是他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積電的股價 其實台積電其實說真的 他今天股價是跌破近期的波段低點 所以相對表現來講是比較弱的 那他是台股當中群眾最大的 假如真的還是繼續走弱的話 我個人覺得台股當然相對壓力就比較 台股今天300多點可能有100跌點是他貢獻的 對啊沒錯 那年八顆的部分 當然年八顆來講最主要就是晶片 那晶片的部分當然中國 這些手機需求也有放緩 那另外的鴻海的部分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他就是iPhone的部分 那大家對iPhone的部分來講 第二供應鏈大陸的紅色供應鏈的問題 當然還是有疑慮 那另外的日月光投控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你看 日月光有破底 對他也破底 他不是他 我的意思說他這一兩天 才有停工的一個新聞出來 可是你看他的股價 就已經領先走弱了 對啊這個M投就長得很明顯 很麥當勞啊 對所以這種股票其實封測 假如日月光的龍頭封測都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其他的封測應該反彈要避開 二線的部分 那南電當然 你看這種PCB的一個部分 ABF載板大概都受影響 艾普或者是漢磊的部分 其實他們相對常來講 本一比都比較偏高 所以影響的程度會比較大 好那我請教郭委員 我們剛剛提及的是 台北股是近期的波段的表現跟盤面 事實上在中國投資部位比較大 或者依賴中國產能比較重的業者 確實都是這一波曝險比較高 而且壓力比較大 那另外一個外界關心的是 中國內部的經濟 特別是房地產的泡沫危機當中 恒大是一個指標 那我們另外在房地產的曝險部位 有一個體系是在金融體系 而且金融體系到底曝險部位是多少 或者還有多少未爆彈 事實上也是大家關心的 因為之前其實大家 有一段時間是非常封中國 所以前進中國的比例非常高 不論是銀行的資金也好 或者是受險的資金也好 曝險的部位都相當的高 那當七月間的這個恒大 這個地產的風暴一出現的時候 我特別發文去給金管會 到底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持有恒大的這個股票 或者是他的這個債券 但是後來查一查 其實他給我的資料 這只有基金的部分持有 那持有的這個金額 其實不是很多十幾億而已 那這十幾億之所以 會變成十幾億的原因 是因為在七月間的時候 恒大的股票在高達25.8 但是現在已經萎縮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即便剛剛提到 所以他現在市值十多億 本來一百億 對沒有錯 就萎縮了十分之一 然後即便政府介入 反而一分為三之後 他的股票稍微有回升 也不過到2.9的水位而已 那拉回來講 可是他給我的資料是屬於說 直接對恒大 可是對於中國的地產 這個一天倒一間的情況底下 很多的地產公司 就出現問題 包括櫃園 包括建業地產 包括家照業 包括中國融建等等 這都出問題 那我就覺得這個不對啊 這個持有地產 絕對不會只有恒大 用恒大來做衡量的指標 所以我去調動的結果 發現啊 就一般收益的這一個 這一個基金當中 一百分以上持有中國十大 十大在這張當中 就有六十六點八億之多 然後依照高風險的 這一個高收益債的部分 也持有持大的部分 也持有五十六億之多 也就是說加總起來 有超過百億以上的 撲險的這個金額 這個金額之大 我覺得金管會應該出來講話 我先打個套 委員你這個表格 是指單一的債券基金 他持有恒大的債券 還是中國地產股的債券 是中國地產股的債券 中國地產股的債券 當中現在很多地雷都出現了 再拉回來講 我舉一個後面的一個明細 以富邦而言 富邦而言 他曾經有八支 八支 這一個 這來看中國地產 你看每一個這個基金當中 所持有的地產的 這一個股票 有的三支 有的八支 像原來的這個富邦 這支基金來說 大概有八支地產股 所佔的金額比例 竟然高達六成一 但是換方法有呈現看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清楚這張表 這張表是你整理出來 有一個債券基金叫做 富邦中國債券閃行的高收益基金 然後他的名稱就叫做 富邦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那高收益的 他就買了很多地產股 因為地產股在香港發了很多美元債 都是高收益高利貸 為什麼 因為他財務有壓力 所以他就發那個美元債 可能12%到16%的 然後以富邦為例 他就買了家照業 然後農創 農創現在被點名 變第二個地人了嗎 沒有錯 然後建業 踩到他三道紅線 然後這個碧桂園 碧桂園等等 所以你就整理了一下 他持有的佔比 事實上高達六成 高達六成 那隨便一支針高達六成 隨便有高達四成的 這種基金的比比皆是 那我打個岔 這一個基金 如果他的規模總金額是100億 他只有佔比如果是六成 就意味著他有六成的 那個暴險的壓力的風險部位 沒有錯 所以真正的總賬 人比金管會告訴你的那個金額 還要大很多 金管會跟我講的 其實就很大單一的一個對象 但是如果以中國地產的一個範圍 我們再評估起來 以時大來換算的話 還有諸多的他的這個持股的一個 債券的一個名氣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位 一定是比金管會來高了很多很多 但是一般的投資人 對於這種持股的持股 去看他的所謂的風險 收益等級的時候 我們的收益等級 又出現一些問題 比如RR3、RR4 又被歸為所謂的穩健型 那歸為這種穩健型的情況底下 大家覺得這個沒問題 其實RR3、RR4 基本上買了很多 所以都是類似這種高收益債券 這種高收益債券當中 就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的 他為了想要欠錢給你比較多 大家只看到這個結果 其實沒有評估到風險 可是所謂的這個風險當中 金管會告訴我們 價格流動的風險 可是風險有很多種 政治風險是風險 市場風險是風險 所謂的流動性風險是風險 像中國這次的地產風暴 很明顯的就是一種流動性的風險 他透過高槓桿的方式 他透過超代的方式 已經踩到了中共所謂的 這個三道紅線的方式 看起來所造成的這個結果 就是一種風險非常高的一種債券 這種情況底下 很多持有者 他根本不清楚 他就是買這個基金的名稱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嚴厲的要求 金管會其實要在這個部分 要求把這個所謂的風險收益等級 做一個明確的定義 重新的調整 讓投資人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的產品到底有什麼樣的內容 我覺得投資人也應該 金管會應該投資人說 應該回去跟你當初的賣方 問清楚 到底你的產品當中 有哪些持有這些高風險的債券 好 那委員 我們再以這個 富邦中國高收益債券為例 各位觀眾朋友 他的債券基金名稱 就叫富邦中國高收益 然後在台灣其實有很多散戶 很多一般投資人 他買債券基金 他就以為債券是穩健的 然後因為現在利息很低 你錢放在銀行定存 一年不到1% 他就覺得 我有高收益債券基金的話 我一年有5%很好 我一年有6%很好 但是他不知道 這個基金事實上有可能採地雷 當然 所以事實上 這個名稱叫做富邦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可是買他的基金的投資人跟收益人 可能對於風險是完全沒有概念 他只看到高收益 他不想隱藏他背後一個高風險 相對以上金管會現在應該盤點徹查 台灣總體曝險中國的部位 因為剛剛講到的其中一個環節 只是房地產的金融商品 對 以債券基金來講他的金融商品 我們都還沒有算上市櫃公司 現在有將近100家直接在公開資訊 告訴你說我要停產 這個都是企業界製造業的直接風險 沒有錯 也就是說中國的這一種 未來的整個系統性的風險 目前為止 當然連同央行的總裁出來講話 是屬於他內部的系統性的風險 央行可以這麼講 金管會可以這麼說 但是站在一個民意代表來說 不可能這麼看 因為他後續可能發展出來的影響 可能會超過你的想像 包括即便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公司 譬如講富邦 他也就做一些調整 他也把恆大給他賣掉了 做一個調節了 可是他所持有的 這個所謂地產的 這個債券的部分的比例 我算起來還是相當的高 這個部分呢 金管會如果出來 跟所有的這些證券公會 銀行公會相關的單位 說明清楚的話 那也提醒一下 這個投資人的話 我相信對投資人的保護 會有比較多的保障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